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饮食周报频道 现代社会中,我们注重饮食的品质和多样性 而草莓无疑是受到广泛喜爱的水果之一 但是,你是否知道如何选择保存和享受草莓的精湛艺术呢? 在今天的影片中,我们将带你看索草莓的想念 让你成为一位真正的草莓行家 选择一个成熟、多汁的草莓 有时候可以让人感到头痛 我们将分享一些选择草莓的技巧 让你能够挑选到最甜美、完美的草莓 此外,我们还会告诉你如何保存草莓 让它们保持新鲜和美味 没有什么比在草莓季节享受这个水果的美味更棒的了 无论你是喜欢将草莓加入甜点、制作果酱 还是直接享受它们的原始滋味 我们将分享一些令人垂涎的草莓食谱和创意用法 草莓不仅美味,还富含维生素C、纤维和抗氧化剂 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和提供充足的营养非常有益 所以,如果你想成为草莓的真正享客 并掌握选择保存和享受草莓的精湛艺术 那么这个影片绝对不容错过 准备好探索草莓的世界吗?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草莓的营养价值 在这个精彩的建筑计划中 草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就像一位超级建筑师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草莓中蕴含的维生素C 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多重要 维生素C就像一个建筑计划中的蓝图 它提供了关键的指导和支持 想象一下 当你建造一座大楼时 你需要确保每个砖块都在正确的位置上 每个梁柱都坚固可靠 维生素C也是如此 它帮助我们的骨骼和关节正确发育和成长 让我们来看一些数字 这将让你更加惊叹于草莓的伟大之处 每100克的草莓中 含有一个58毫克的维生素C 这就像是一个由58个小朋友组成的团队 他们一起努力 确保你的骨骼和关节健康发展 我们要介绍的主角是草莓的膳食纤维 就像一个迷你的游乐园 草莓中的膳食纤维为我们肠道里的有益细菌 提供了一个湿润的家园和美味的食物 想象一下 膳食纤维就像是游乐园的草地 它们蓬勃生长并为微小的细菌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环境 这些细菌就像是园中的小精灵 它们需要营养和水分才能茁壮成长 而膳食纤维正是它们的主要粮食和水源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数字 你会更惊奇于膳食纤维的重要性 每100克的草莓中含有约2克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不仅仅是提供食物给有一细菌的好帮手 它还有其他神奇的功能 它可以帮助我们顺利消化食物 预防便秘的发生 就像一个游乐园中的游戏道具 它们使我们的消化系统运作得更顺畅 让我们感觉更舒适 所以 下次当你吃草莓时 想象一下你正在为肠道里的小精灵们 建造一个微生物乐园 膳食纤维就像是一个特殊的礼物 它们为我们的肠道提供湿润的环境和美味的食物 让有益细菌茁壮成长 草莓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 叫做抗氧化剂 这些抗氧化剂就像是一盏明亮的灯塔 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照亮着一条正确的道路 让我们的心脏远离黑暗的陷阱 心脏壁 你有没有听过灯塔呢 灯塔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建筑物 它在海边或岩石上 用明亮的灯光指引船只安全航行 而草莓里的抗氧化剂就像是这座灯塔一样 它们散发住亮光 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 你知道为什么抗氧化剂能保护我们的心脏吗 草莓中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和炎症 这些都是已知的心脏病危险因素 想象一下 当我们的心脏面临危险时 这些抗氧化剂就像是一道光芒 照亮了我们的心脏 保护它免受伤害 选择成熟的草莓 选择成熟的草莓非常重要 因为成熟的草莓更加甜美和多汁 就像选择一个好朋友一样 我们要仔细挑选草莓 才能享受到它们的美味 那么 如何确定草莓是否成熟呢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详细的方法 首先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草莓的外观 来判断它们是否成熟 成熟的草莓颜色鲜艳 就像一颗鲜红的宝石 引人注目 我们要选择颜色鲜艳 均匀的草莓 表面应该是光滑的 没有凹凸不平或深浅不一的部分 如果草莓有任何瑕疵 像是余伤或腐烂 那么它们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除了外观 我们还可以绣纹草莓来判断它们是否成熟 成熟的草莓应该有浓郁的草莓香味 就像是一束花朵在我们的鼻子周围绽放 当我们靠近草莓时 如果闻到了这种香味 那么这些草莓很可能是成熟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 当我们闻到这甜美的香味 我们可以预期这些草莓的口感一定也非常美味 最后 我们还可以仔细检查草莓的地步 草莓的地步是连接金干和果实的部分 如果草莓的地步仍然带有绿色 就像是一条小小的叶子 那么它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 相反我们要选择地步成红色的草莓 就像是一个红通通的太阳 这样的草莓更加成熟和美味 吃起来更加享受 保存草莓的技巧 保存草莓时 要尽快将它们放入冰箱 这样可以保持它们的新鲜度 就像我们要快点吃冰淇淋一样 草莓也喜欢住在冰箱里 这样它们能保持清凉 甜美 让我们在想吃的时候 可以立刻享受到它们的美味 在保存草莓之前 要先将它们清洗和沥浅 就像我们洗完澡后 要擦浅身体一样 草莓也需要被清洗前进 可以用清水轻轻洗它们 然后让它们在空气中自然浅躁 这样可以去除污垢 让草莓更加健康 美丽 接下来 要将草莓放在纸巾上 让纸巾吸收多余的水分 就像我们在下雨天拿着伞一样 草莓也需要有个小小的伞 把它们放在纸巾上 纸巾会吸收掉多余的水分 让草莓保持浅躁 这样草莓就不会变得潮湿 保持更长的新鲜度 现在 我们要将草莓放在密封的容器中 就像草莓要有个小小的家一样 容器可以是玻璃瓶或塑料盒子 把草莓放进去 并将容器密封好 这样可以防止空气进入 防止草莓腐烂 这就像是给草莓一个温暖 舒适的家 让它们安心成长 最后 别忘了不要将草莓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 就像我们在夏天 要避开烈日一样 草莓也需要远离阳光 太阳会让草莓变质 让它们失去美味 所以记得把草莓放在阴凉的地方 让它们保持新鲜 甜美 草莓的多种食用方式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美味又养养丰富的草莓食谱 草莓奶昔碗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制作这道令人垂涎欲滴的草莓奶昔碗吧 食材清单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需的食材清单 你需要准备一下食材 鲜鲜草莓 一杯切碎的草莓用于混合 以及额外的草莓用于装饰 低脂乳制品 你可以选择低脂乳酪或酸奶 约一杯分量 冰块 约一杯分量 用于碎冰混合 器具和设备 为了制作这道草莓奶昔碗 你需要一下器具和设备 搅拌机 用于将草莓 乳制品和冰块混合均匀 碗 用来盛装草莓奶昔 刀和砧板 用于切碎草莓 烹调步骤 现在 让我们一步步来制作草莓奶昔碗吧 一 首先 将一杯切碎的新鲜草莓 一杯低脂乳制品和一杯冰块 放入搅拌机中 二 接着 用搅拌机将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直到成为柔软且顺滑的奶昔 烹调时间 制作这道草莓奶昔碗非常迅速和简单 只需要大约五分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品尝到这美味的健康饮品了 烹调提示和技巧 在制作草莓奶昔碗时 这里有一些提示和技巧可以帮助你获得最佳的结果 确保草莓是新鲜成熟的 这样味道更好 且营养更丰富 如果你喜欢更甜的口味 可以添加一些天然甜味剂 如蜂蜜或蜂糖浆 这道草莓奶昔碗富含维生素C 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 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它能提供你所需的营养 同时味道鲜美 希望你喜欢知道草莓奶昔碗的制作过程 现在你可以尝试自己动手做一碗 并在上面加上额外的草莓和其他水果作为装饰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制作这款无添加糖的美味果酱 它可以搭配吐司、麦片或优格享用 食材清单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需的食材清单 你需要准备一下食材 鲜鲜草莓 约一杯切碎的草莓 天然甜味剂 你可以选择少量的蜂蜜或蜂糖浆 根据个人口味调整使用量 器具和设备 为了制作自制草莓果酱 你需要以下器具和设备 锅子 用于煮果酱的容器 搅拌池 用来搅拌果酱 刀和砧板 用于切碎草莓 烹调步骤 现在 让我们一步步来制作自制草莓果酱吧 一 首先 将一杯切碎的新鲜草莓放入锅子中 二 接着加入少量的天然甜味剂 如蜂蜜或蜂糖浆 根据个人口味调整使用量 三 将锅子放在清火上 用搅拌池轻轻搅拌草莓和甜味剂 直到草莓软化并释放出汁液 四 继续轻火煮煮 不断搅拌 直到果酱变得浓稠 烹调时间 制作自制草莓果酱的时间不会太长 通常只需要大约15到20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煮出美味的果酱 烹调提示和技巧 在制作草莓果酱时 这里有一些提示和技巧 可以帮助你获得最佳的结果 确保草莓是新鲜成熟的 这样味道更好且容易软化 在煮果酱时保持低火 这样可以避免果酱烧焦或过度变色 在果酱冷却后 将它倒入前进的玻璃罐中保存 放入冰箱中冷藏 以延长保存时间 这款自制草莓果酱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因为它不含任何添加糖 草莓本身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抗氧化剂 而天然甜味剂则让果酱有了甜味 同时保持了健康的饮食选择 希望你喜欢这个自制草莓果酱的制作过程 现在你可以轻松地在家制作出这款美味又健康的果酱 并搭配吐司 麦片或优格享用 当你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的目标 就是为观众提供有用的营养和健康信息 帮助你们过得更健康更快乐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那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 同时 如果你认为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 家人或者任何你认为有需要的人有帮助 请无私地分享给他们 我们相信只有当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 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最后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